刚刚开始有性生活 有一次中头取了个套就软了 那之后压力就很大 也不敢再和女友去做了 该怎么办 关于这个问题的话我说一下 首先呢 新人 就是你 因为你为啥叫新人 新人就注定了 你一定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我之前跟大家说 我说我人生前三次的时候 就我人生前三次的时候 我跟女生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一哆嗦 那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事情 我有一次跟我老婆聊 我说你看公司现在 做了很多案例的话呢 都是一些皮软啊 有时候不硬或者戴套软的 我老婆有一次就直接逮了我一群 好像你以前好得一样 你以前不也是这样子吗 所以新人啊 就注定会出现别的问题 那么咱们说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这个很必要 我们来说一下 就首先第一个点的话就是 因为新人他兴奋 对然后呢 他也会带着慌张 慌慌张张的做什么事情 是容易出问题 那我在这跟大家提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一看见女人就硬了 这其实是一种冲动式勃气 也将我们把它叫做假勃气 就是一种冲动式的 所以呢不管你是兴奋的 慌张的呀 你都能勃气 但是戴套 戴套的30秒 你看 哎 戴套 有的人才去拿套子 有的人才去拿下来之后 像这种套子 还要去分一下反正 当你分完之后 一分钟就过去了 而这一分钟 它是没有任何的性刺激的 那么就容易出现皮软的现象 是的 就是很多人呢 在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 你要知道我就是一个新手 其实呢 你无非呢 也就是怎么来讲 就像你工作的过程当中 你是一个实习生 实习生是怎样的 你对待你这个工作呢 你是不熟悉的 不熟练的 你在面对他的时候呢 你会特别的紧绷 不知所措 慌乱 都这样的事情呢 都会发生 那我们其实呢 现在当中也是发生这样一个情况 戴套 其实呢 就是你不熟练而已 对 是的 那么我们遇到这种问题 应该怎么去解决 对于新手来说 我给你提几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的话 就是我建议你啊 不要给自己贴标签 不要贴上我不行的标签 其实你非常OK的 你看你有没有沉拨 有的 你自己看小店能不能硬 能硬 那这些就说明了你没有问题 咱就不要去质疑自己 有没有能力问题了 你是OK的 不要给自己贴标签 人一旦给自己贴了标签以后 人家给自己贴 我就一定会戴套软 比如说下次戴套的时候 他一定会软定的 我就在直播刚刚开始之前 我就在上面打电话 这个咨询的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个学长 他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他说大人高 我每次在做的过程当中 我都能够硬得起来 但是硬起来之后呢 我就在担心 我一会软了怎么办 我软了之后呢 我该怎么去帮助女朋友 达到满足的一个状态 我就没有办法去 再去做任何的事情了 特别的慌 不知道该怎么 内心里面比较纠结 你看我想起来 但是我又告诉自己 我起不来 你这不就在争长拉扯吗 撕扯 那这个时候呢 你的内心也就没有那个力量了 对 然后呢 刚才说了 第一不要贴标签 第二我建议你都去学经验啊 经验哪里学 不要看片学 片里边永远学习不来经验的 呃 你想说一些基本的 展哥之前讲过直播 呃 今年讲过水漫金山 国庆节讲前讲过手口环 我在里面讲的不是说怎么去辅助 而在我里面讲的是 信心里的底层逻辑 男人常常需要什么 女人需要什么 他主要讲的是一个爱的互动 啊 你让女人感受到 一种悲哀的感觉 而男人呢 感受到的是 女人对自己的一种接纳的感觉 这是你要学习的 你把这些学习了以后 那些手法呀怎么去摸 我说技术层面的问题永远好解决 而心法层面的问题永远难解决 这是我跟你讲的 你可以在这儿学习 然后的话呢 咱们训练一个学员的话呢 咱们课程里边就有 讲的更详细 你们可以去学习就可以了 这是我跟大家说的 第二个 多学习经验 当你有经验的时候 你出去走路 你就这样子的 啊 熊九九气昂昂昂的 我跟你说 肯定没问题 第三个点 遇见带套软怎么办 下次让女朋友给你带 就是 我刚才说了冲动式勃气嘛 你只要让中间那个停歇啊 没有了就行了 让她给你带 她给你带的时候 你看 这性刺激不是还有吗 她给你的触觉的刺激 你说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这个感觉就不会掉 那么还有第四种情况 该怎么去办 我跟你说 就是下次遇到戴套软问题 你提前把套 就提前把套撕好 撕好了以后呢 我准备戴的时候 咔一戴 结束 这个比较简单一些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我跟你说 软了以后的话呢 再起来才是最重要 我今天晚上就讲这一次 软了再起来的情况啊 就是软了以后的话呢 我们就很着急 比如说 她是女方 我是男方 那这时候呢 我在她面前 我给软掉了 我肯定会很着急 我靠软掉了 对 然后呢 你看她那个眼睛 就一个就看着我 不行 你等一下 我肯定可以起来的 你放心 我肯定可以起来 你等一下 我就说 这种状态 你肯定起来的 那么怎么去办呢 当你软掉的时候 哎呦 不好意思啊 哎呦 刚才太慌张了 对不对 是的 就这样子的话呢 把气氛先缓和一下 当你紧张的时候 软掉的时候 你先把气氛缓和一下 然后接下来干嘛 我跟你说 人在软了之后 人心情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反应 首先 心这时候很快 你着急 第二 呼吸 平常在那呼吸的话 都特要俯视的 但是你一着急 你的呼吸就到你的胸腔了 你会很着急的 其次的话 你的神经也很活跃 所以这时候 你就通过深呼吸 来大二哥 俯视深呼吸 通过深呼吸 你的心率慢慢就很缓和下来 其次的话 交感神经的话 就前额头这个地方 慢慢的也会放松下来 其次的话 你看肌肉这个地方呢 它是比较紧绷的 肌肉是 臀部肌肉比较紧绷 这时候怎么做的 你还可以 比如说这是你的臀部 你可以用手啊 看 用手 去把臀部 大腿那侧两侧的肌肉 就通过你大鱼肌这个地方 去压一下 这是干嘛的 就让肌肉松弛下来 刚才为什么不能勃起 因为你紧张的 你紧绷的 肌肉绷得那么紧 你说血液咋不进去 你告诉我血液怎么进去 你把这个通道关了 你还希望水流过去 怎么可能 长家三峡 你要是关了 水肯定过不去了 那他需要把这个松弛下来 血液进去了 然后这个时候血液慢慢都通了 然后呢 跟你的女伴在一起 是不是 对不对 你再亲热一会儿 他就可以这次勃起了 这就是带套软的解决办法 还有一个方法 这里呢 就是怎么来讲呢 就是那个时候呢 你是比较慌乱 你起来了 你起来了 然后又软下去了 你慌乱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展哥刚刚说的 你和对方能够互动起来 然后让氛围放松 或者更甚至 这里有一点就是 你直接给他说 OK 你可不可以帮帮我 让他帮你用手 然后这个时候 你重新感受清自己 其实呢 也可以再起来的 我是展哥 那么从事了这个行业 我从2014年开始入男性健康这个行业 至今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 那么之旅这个品牌呢 是我2019年年初注册的 这几年的时间呢 我们也帮助了非常多的兄弟呢 从以前的幸困上 不管是时间的 还是不涉精的 还是硬度的 还是欲望低下的 还是两性关系有问题的 都帮助了很多人 那么这其中啊 有一个人呢 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是我们的大人老师 大人老师的这几年的 自从公司呢 创立之初的 就一直跟我一起 在一起 然后呢 也帮助过非常多的兄弟